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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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呃 然后我们说一下天赋啊 天赋的话很标准的2109啊 呃 就是那个减CD的我没有点满 把那个输出主要把输出点满 还有大家看到这个这个骤剑啊 这个骤剑这个技能非常适合发条 他又给发条的平A增加了很大的一点输出啊 所以说呃 这套天赋就是2109啊 主要是这个CD啊 我没点满 呃 留了一点 其实1%的冷却效果并不是很大 那倒无所谓 那这个通用的话就老样子啊 呃 保证回魔 保证召唤者技能CD再加一个呃 打野的啊 那具体就是这个样子啊 嗯 这边的话我这一期 呃 这一期还是发条啊 基本上都是发条 这一期是这样的 呃 第四期了 第四期大家之前第三期没有上主页啊 我也不知道呃 是不是编辑对我质量有一些要求啊 但是他们也没给我说啊 对我的质量有什么评价 所以说我也没有多问啊 那这一期的话是接上一期第三期的 第三期是 如果没有看过的 呃 可以搜索一下 我的优酷的idea 我是yangmianmian啊 能查到我以前做的一些视频啊 就羊绵绵 就绵羊绵羊的拼音啊 就yangmi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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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葩的一个idea 可以在优酷里直接查羊绵绵就能查到我的之前的视频啊 那么这一次是之前第三期做的是一个呃 怎么说呢 做的是一个呃 白晶一到白晶一竞技赛的三盘啊 我直接三盘就打到白晶一的竞技赛 呃 然后这一盘就是白晶一的三盘 呃 比有五的竞技赛啊 直接竞技到钻石 钻石五的啊 白晶一竞技到钻石五 那么我剧拓的话就是呃 是全胜啊 这个 这一次我就做了 呃 竞技比有五的三场都是连胜 直接就竞技了 那中间一场我是不放了 大家可以后面可以看到啊 因为第二场实在是太福利了 而且五分钟就把对面就挂机了 那么真是没什么意思啊 一点放的必要都没有 所以我就把两场那个至少是打成呃 这样至少是正常开正常局面啊就放出来 后面因为只有两场的话 有些人说太少太短啊 那我就又放了一场我最近打的一场那个钻石一的啊 是用我自己的大号打的 其实第一场钻石一我打了两场最近 第一场有一场是0-2翻盘啊 16-9打到最后很经典啊 但是因为为了全新冠军的打钻石一的局啊 我就因为我录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小延迟啊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关了 结果错过了这车这场好局 我放了一场钻石一的是呃 比较破一点的啊 那么没办法啊 大家将就看一下 我这边我这一期的视频会多吧 大家有很多人加入我的 加入我的好友啊 就是说要问我一些fighter的问题啊 说怎么自己研究不好 那我这今天就是把fighter的一些很细细的东西 都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可以主要留意一下我的语言 所以我把声音都关掉了啊 呃 主要是连排啊 因为是排位连排就连着打 从来一点都没有跳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ID的呃 之前的排位的那个战绩啊 都是肯定是接着打的 没有什么挑什么打的特别好的局啊 我觉得这样比较真实啊 那这一盘的话是钻石5BO5啊 钻石5的晋级赛BO5的第一场 这场大家看到我队的是天使啊 那这边要打了啊 这边是天使直接绕这两只 我没有想到 我以为他会直接去支援上路去杀那个EB啊 那这一波我有可能就死了啊 天使交了闪前把我A死了 这没办法 前期的话 那个两阶子天使我是绝对打不过的 他这个输出是非常可怕 他应该是双双穿或者是呃 穿穿透加攻击力啊 这个输出是特别高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EB啊 EB要死了啊 EB拼掉了啊 还是亏了啊 那这里一波的话 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顺序啊 暴女 哎这暴女把天使杀了 这我没搞懂啊 呃之前我没有看啊 大家可以到过去看一下小地坨是发生什么 我这个就不多 我就不到了 那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啊 刚刚那个暴女先杀了那个蜘蛛蜘蛛 蜘蛛在杀了那个EB啊 呃不过也默契不大啊 呃本来就是双buff的 那么现在呃应该是这样啊 暴女本来也是残血啊 然后那个呃天使看到暴女杀了人拿了双buff以后天使也想杀他 呃想把这个buff拿回来 结果被人反杀了 因为他之前追我的时候把闪星用掉了 闪星点燃都交交给我了 所以他没有具备这种塔下抢杀的能力啊 那么我刚刚是被天使单杀了 单杀也是因为我一个判断失误啊 我以为他会直接去支援eve啊 那么结果在那个河道那边直接一卡被卡视也撞到了他 这边我给一个qw的减速啊 我上去a他两下 因为他没闪星跟跟那个点燃的 呃这一波的话这个不怕啊 皇子不怕 大家看到这种情况下一样秀稳出了 能计算出那个伤害啊 刚刚那波我是走上去勾引了他一下 因为eve感慨还是很给力的 这个天使如果说一直想扩大优势的话是很容易被感慨 这个反感慨意识不太强 这你这么顺呢 你拿了我的一选那起码要出门带个带个真影啊 起码插在一路保证自己的那个 呃防防防感慨的能力啊 那么这一波的话打天使其实发条打天使前期还是蛮难的 发条这个英雄呢呃是打天使这种对a啊 这肯定发条是靠对取得一些很大的优势 但是现在那个天使的话你对a不过他他非常强烈 那你只能用技能来qw消耗他 并不如我说发条这个英雄对a很厉害 你就见个人就要去对啊 这个真的是你要了解你的对手有多少输出 有多少数值 呃你跟他拼有多少胜算 或者你怎么样才能才能占到他的便宜啊 这种都是日之月累下来的一些小细节 我这边的时候打天使我肯定是不敢跟他对a的 因为被他q一下减我速 然后我只有跑的分啊 跟他对我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直qw消耗他 呃这边的话那个你看大家天使来压我 我只能补补兵啊 主要是qw他 因为毕竟是个法术英雄 他我qw他他也还是掉血比较厉害 但是我qw他一下 呃这边的话就慢慢的磨他需要等一等打野来支援 这个时候要就是天使是打的比较激进的 那这边的话呃 看天使我就非常痛 那没办法 呃这个只能任人宰割 谁让我前期送了一血啊 这个是自己啊 没办法啊 这皇子直接啊 我就给自己套了个加速啊 大家看到刚刚我看到皇子出来 我直接给自己套加速啊 那个躲掉他的旗子啊 不过其实不套加速有可能也能躲掉 但是这样是更保险一点 直接就是给自己加了一个速度躲他的旗子 这反应一定要快一点 就发条这个w其实很给力啊 你平时去支援的时候 你可以原地开点w给自己套给自己加速 虽然效果不是说非常非常明显 但是也是一种小细节上 一种啊一种小细节吧 那我看到前期我0-1走比方3比2 那这边eve是发育比较有点顺啊 暴女上路拿着双buff也还行啊 啊这一波又在猫又在猫他 因为现在eve只有从我这边走 啊我这边给他套套套意啊 我这边啊直接开大招啊套在他身上开大招 让他去追 这个就是配合队友一个啊 我刚刚是极限打了这个打了 大家可以看到有点运气成分啊 呃但是没办法 因为我像我只能赌那个对手了解我的意图啊 啊我的队友了解我的意图啊 因为你直接丢Q的话肯定能被天使躲掉 或者天使能意识到你要丢他技能有可能会特别猥琐 或者跑掉 这个是大家看到有打野来帮你干渴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点演技啊 就是说你平常干该平时干嘛就干嘛 千万不要有个打野过来蹲了 你就你就人走上去啊 让别人突然间呃真正的高手啊 他一秒钟或者0.5秒 他看到你的举动有点反常就知道有人来蹲他 呃如果我刚刚第一时间上去直接走 多走两步路往前走了一点 有想要跟他拼什么的 让他意识到EV在蹲他 那刚刚就没这么好打了 刚我就 我该干嘛就干嘛 我就继续步我的兵啊 找机会啊 EV想冲来 那我就给EV套个盾 然后套个盾以后给他加个速 呃 刚我也没给他加速 反正我就把盾套在他身上 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个加速 他加速去追 追到旁边以后 我直接用 用队友的这个 我把球套给队友做 以他的中心作为基点 直接等他追到追到人的时候 靠近他的手我开个大把人留住啊 这个是发条一个 呃打团和一个这种支援上的一种 常见的手法 就是就是那个 盾套个队友啊 但是你这个也要算好自己的球 自己跟球的距离 大家知道发现这个英雄 如果离得太远的话 球会自动收回的 这个一定要是大家知道自己球 跟自己自己有多少距离啊 如果说距离不够了 你一定要走位跟跟上去啊 千万不能你站在那里 就等人人家走过去 然后你开个大招 结果球回到你自己身上了 这个是比较二的 那我以前也有这么二过 所以这方面我特别小心 这方面的话 那个这样一来一回啊 把那个天使压了两次 有天使现在没有之前那么凶了 那么反正打天使这个英雄 大家可以知道 大家千万不要慌 就算烈士局也不要慌 因为天使这个英雄 怎么说呢 毕竟是 毕竟是一个强调那个机器 瞬间爆发的英雄 我这个很容易用我的护盾什么的 克制他 他想爆发水我就给 我就保护水 这个其实 天使跟英雄打团要 真的是要看的 不是说他有时候很强 如果你没有限制 或者什么样的 但是有时候就很弱 像碰到发条这种英雄 我真是不怕他打团 我真是不怕他 那前期他对线是猛啊 追着我就这样A上去了 那这边我上去支援一下 因为天使迷死很久啊 果然天使已经在上楼帮了啊 他这边交闪现 交闪现的话对手 好像没有交闪现意图啊 如果交闪现的话 我也跟他交闪现 给自己队友套一个E啊 这个我思路是很清晰 如果对手没交闪现 我也不交闪现啊 给自己套个套个球啊 这边他的输出还是很高啊 这打对线天使真正版的 大家看到小地图 那个蜘蛛出现在下面啊 我这个 我是看到的 那这边的话 我在QW消耗打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的消耗开始慢慢给力了 因为天使刚刚被感慨了两波 他等级也没有压的我太多啊 装备也不是特别好 那这边的话 装备很老样子啊 这个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我一般都是先出个小杯子 保证我的回篮啊 那样的话 能多放点技能 能多用来消耗对手 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啊 怎么样一个人陆陆无畏的时候 你觉得单杀不掉的人的时候 怎么打 就是推他 你看我没事都上去蹭一下他 因为他他忙着补掉 我这一个Q一个点燃一个E啊 直接跑了 他直接死了 刚刚是这样的 这天使其实有无敌的 但是他没有给啊 但是其实那种情况下 他给无敌的一级的无敌 好像就有一秒无敌时间 那样的话 就算他开了无敌 我给过点燃 然后又给了Q 他开无敌 无敌瞬间消失 那个点燃 我把他已经打成一格血了 他那个呃 无敌结束还是要死的 当然 但是他没开 没隔地套无敌 我也没想通 其实还是可以堵一堵的 但是我觉得就算他套了无敌 他也是要死的 因为当时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刚就不停的在蹭塔 有机会就单杀你 没机会我就蹭塔 一下两下三下 就这样慢慢积累优势 嗯 破塔 其实这个游戏 就是一个推塔游戏 大家应该知道啊 这个推人家塔 是给人家造成的节奏 是很很致命的啊 因为兵线啊 兵线是很重要的 我中文一退完以后 兵线就一直压在他内路啊 他只能不停的回去补兵 那我就有机会去支援边路啊 那这边的话 这个天使是反过来 被我单杀了一次 现在是5-3 我这边继续Q啊 你不走我就Q啊 因为我这边插的视野 大家可以看到 我我总共有一路是插了个视野 因为你不可能意识好的 你就两边都不放眼 你就能知道对手来不来敢肯你啊 但我刚说的那个技巧 就看对面那个的走位 有没有一直试图就暴露有打野干扰 这个只是一方面啊 如果碰到一个一些演技好的 像我那样的 有打野过来 我也无动于衷的那种啊 就让你觉得啊 我很怕你 让你你一上来 我就打野就过来盖你了 那么这边我是需要演的 所以我插完演以后 就靠着有演的那路走走位啊 千万不要你演插的下路 你人走在上面跑来跑去啊 那人家从上路草争过来 你反应不过来的 那下路有演的话 你肯定是走位要偏下的 这个也是一个小细节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这边插了眼以后 不就就凭着自己性格了 就这样走在中间啊 你既然下路插了眼 你人就应该待在靠近下路啊 那上路来的话 你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跑往下面跑啊 那下路来的话 你就第一时间知道了 那就跑也不用跑 直接回去了 那这边他跟我拼 已经拼不过了啊 我知道你有无敌啊 可是你已经拼不过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可以预判这个书 其实刚刚EB不来 我也能杀他 啊 这边弄的都追成这个样子了 我这边不能走的太近啊 要支援一下啊 这个弄弄 这个弄的套大 我可以套一样啊 这个弄的想多了啊 这边蜘蛛 蜘蛛应该有事业的 我直接闪现走了 大家看到我这个是非常果断的啊 因为刚刚看到MF那个状态是满的啊 我们只是杀了弄弄 MF随时会绕过来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MF已经绕过来了 那这个杀不掉了啊 果断放弃啊 千万不要浪 刚刚那个情况 蜘蛛如果说 那个我那个草肯定是没眼 不然蜘蛛直接就跳过来了 没有眼影的情况下 我再跑出去的话 我就直接暴露在蜘蛛的视野里了 他直接就能跳 大家知道蜘蛛那个飞是范围很大 所以我当时果断就交了闪现 闪现到上上坡 上坡以后 让他人就没有我的视野 秒不掉我 我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跑 那我最后是跑掉了 然后但是队友以为只有蜘蛛一个啊 他没有考虑太多啊 我我是考虑到MF肯定会回头再来打 所以说当时我们的状态是不好 所以我只能交闪现 所以果然MF就回头把我们一个队友杀掉了 还好我我们两个是跑了 这边的话 这判断一定要冷静啊 像这种小规模团战 知道你杀了诺诺你赚了 但是你不要再去因为一个蜘蛛 再去想去反杀人家 你随时就会被另外一个支援的队 敌人给那个全部带走啊 刚刚如果我是我们那边不走 想反杀蜘蛛的话 我们就被MF杀光了 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 那这边这就是一个带带带节奏 跟一个团意识上的一个一个典型啊 你一定要知道对手有多少人还会来支援 对手有多少货啊 有多少的伤害啊 那当时能不能打这个其实是 你不能说我每盘都能算的这么准 但是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能算清楚的 怒怒死了啊 MF刚刚往上跑了满血啊 不代表他不会回来 然后蜘蛛也是满状态 我是没什么磨了 没血没磨 然后我的队友也不怎么样啊 那么那个时候肯定打不了 那这边的话现在啊 这皇子又来了啊 注意他的棋子啊 这个原原来第二次我直接给一个大一个点燃啊 这个我很果断 因为我看到我的队友EV就在上楼 大家看到我没有切屏 但是我那个时候小地图的功力 大家这个时候又是个典型啊 怎么样利用好你的小地图啊 呃我是基本上没事干 就是A玩一下或者一秒两秒的时间 间隔很短 我就不停的在在用眼睛瞄小地图啊 大家知道这个也许你现在我要求你 小地图要瞄的很准啊 这边你要打 你要打我就直接QW给队友套一啊 这还肯定是跳他啊 跳他我就回头啊继续打 我刚刚说到那个小地图 我不能要求你小地图打的看的特别好啊 就是说呃小地图一有人出现的小地图 你马上能发现啊 你你这个 但是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你一定要去练啊 你不停的没事做就要去看小地图 你每次打打了一段时间 你要问问自己 哎我小地图有没有看得准 每次被干渴 或者每次队友死了 或者你去杀人 结果发现哎队友都没跟上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 你的小地图有没有看好啊 这个你一点点这种积累啊 慢慢你就会习惯看小地图这个东西 因为大家看到刚刚那个 就是因为我的小地图看的比较勤快 所以我敢这么打 黄子过来EQ空了我以后 他是没有逃生能力的 但是我也不具备单杀 一下子在天使和黄子面前杀掉他 单杀一个黄子啊 EV要单杀黄子 因为那个时候我小地图看到 EV已经在他往下路赶了 那是瞬间的时间 黄子EQ的时候 我注意的是黄子的EQ 怎么躲他的EQ 然后等到他EQ结束以后 我马上就瞄了眼小地图 看有没有人支援 有人支援 我马上把球丢出去 把黄子留住 然后EV就正好过来 这个就是一个看小地图的一个功力啊 那么我们现在是大 通过那一波小规模团战 我大杯子也出了 那这边的话 等一个眼的钱 因为眼我每次出门 至少会带一个 保证自己一路的视野是畅通的 那不要被 就是防止被感慨的几率啊 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我这一期的语言 我会多讲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所以我这期把声音也先关掉了啊 这一期的话就不是特别亮啊 不是特别那种十几杀 这种杀的很很很很很猛 因为毕竟是连排嘛 我不能保证说每一盘 对手都会给我好几个人头 让我杀的很爽啊 但是这种细节方面的东西是逃不掉的 每一盘都是有都是一些意识上的体现啊 你能不能赢都是还是要靠一下自己啊 这边的话我是让打野非常的顺啊 然后我这边也非常的顺啊 呃牵制的黄子还把黄子给杀了 那么这边的话是 黄子给你说大家也可以知道 他是喜欢走我们的上坡直接过来EQ你的 所以那我的兵线控的特别好 呃控兵线也是一种能力啊 就是像黄子这种感慨感慨特别猛的啊 后面切上来一个EQ就能秒你的这种 配合中单能秒你的这种实在很可怕 所以说控兵线要控了哈 不能没无视兵 没事就跑对面塔下去了 这个你补兵第一是一个问题啊 那你这个兵线不好的话 你这个也容易被感慨 那这个黄子的话啊 又过来感慨我了 那这边我们是有眼的 他也那个作伴 我这边有可能黄子是有眼 他这样走进来 他还是没眼 我自己QW一下啊 一个一个Q继续A他 因为我知道他有EQ的 我不急着那个开大招什么的啊 他EQ走那我就不打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如果用大招留着他 虽然伤害很可玩 但是我预判我的输出就差那么一点点 是他EQ走我肯定是秒不掉他的 所以说这个是完了很多盘发条以后 我对自己发条的输出有一个概念啊 比如说我Q一下别人 看看对面掉多少血 并不是说我每个英雄打他多少血都能知道 这个这里我看是我们成功抓人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也不去了 呃因为我不能说每个英雄我都对了无数次 所以我知道打他一下打哪个英雄要掉多少血 我我怎么判断那个你的输出量 就是呃你Q一下对手或者QW一下对手 看看队友掉呃对手掉百分之多少的血 大概掉多少个血 就是百分之几的血条的血 那你就能知道你一套技能能大出多少 因为你每次呃我这边先说一下 我这边给的给大招 但没有队友跟上 那我直接闪现因为黄子直接开大了 看了以后我继续QW啊给队友输出 啊我这边被弄弄一个大招减速了 我自己给自己套一啊 这个不能管队啊先保住好自己啊 啊这个女枪直接闪现过来是针对着我啊 把暴女放跑了我死了 哎这个暴女竟然没有走啊 啊那这边我们是被打了一波小团灭吧应该算 啊这个是因为我那个大招啊 我大招其实是可以秒的 但是队友没有跟上啊主要是一一人不在啊 那现在这个情况是有可能队友要拿大龙啊看看 啊这个这个皮层还在 啊这皮层抓死了一个露露啊非常亮啊 躲在那里啊等着露露啊非常大胆 不过那边是肯定没有演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那现在这个情况 嗯之前我说到就是判断输出啊你的输出伤害一定要评估的出来 就是我QW一下知道Q一下知道他看他掉多少血我就知道我的一套技能掉多少血 因为这个基本上你打了很多盘以后你就自然知道你一套技能本来平常的消耗他掉多少血 然后你一套技能一个大招QW和加大招啊因为你QW的呃你Q一下人家你就知道他掉了多少血你就知道你W一下他会掉多少血 那么你大招自然也会知道一套的话你也就能算出他大概会掉百分之多少的血啊这个其实打多了你就会慢慢了解到 但是你一定要去想方设法注意这个细节你每次放完技能或者你到了六级或者几级你在几级的时候放一个技能烧了他多少血 然后你在你对你如果一套的话会掉会能不能秒他什么你自己都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啊 啊这边一逼单家皇子啊那好像想多了这个应该是打不死啊 这皇子还是蛮蛮猛的那我们看一下啊这边啊这边皇子一个大招啊这个EV我估计是挂了 哎这EV没死啊啊啊这边我果然一个大招留着Nunu啊这Nunu就死了 其实大家觉得这个一个大招啊我们皇子把EV杀掉了追了半条马路那我们其实跟大家觉得啊我一个大招丢在一个辅助上是不太好 因为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下路打野在跟打野拼啊拼了个你死我活就算EV没就算我呃最坏打算就我们EV像刚刚那样死了啊 对面的打野没死但对面打野就算打完他也必须回城这回城说对面就也就那么几个人啊也就只有四打四的节奏 四打四节奏杀掉一个人的话只有三个人的话其实呃输出是很管的因为他们的打野不在他们的突进坦克不在那样的话其实杀一个人就够了啊 只求杀一个人占点便宜啊并不是说我们要把你打的团面因为对手也不敢直接跟你硬面硬面硬钢因为打野不在啊那个皇子不在 这边的话啊因为考虑到这个要点啊知道你们这波团是打不起来所以直接大招留住Nunu啊杀一个人算一个啊转转到就转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波我们打完啊直接就是说推了一下一点塔然后就直接走了啊这边他们追出来了追出来的话啊直接我是 转手打打黄子啊我直接套大招因为大招cd特别快又好了那这边的话直接把黄子秒了因为其实刚刚那个情况啊我如果过去 刚刚那些走位的话那个直接过去的话先看一下这边啊这边我是继续打 哦这就被被蜘蛛流了但是黄子的技能已经交光了接不了combo我这边打了一下被那个女枪直接直接一套输出很便宜输出很可观但是把队友都放跑了那刚刚那个情况呢其实是我转手我这个就是一个大局观的体现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黄子是从右边单一个人过来的另外四个呢在上面直接去追到我们抢buff偷buff的那些人那那个时候我如果大招往上面放的话有可能就是说啊 就算你大控住三三个人但是你瞬间输出杀不死他你那么样那样的话黄子过来接一套combo啊有可能我们的队友就被带走了所以我那个时候直接转打黄子把黄子留在那里因为那个时候1v也在右侧再过来那样的话我可以配合1v先把黄子秒了所以那个时候 嗯还是有优势啊那个时候是1v还是反正有个队友从右边绕过来啊这边1v浪了又死了 啊这个至终用一个w逃掉了那现在总比分是16比13我是3-3其实战绩并不是太好但是我这个助攻特别多我9个助攻 我辅助最高也就6个助攻我这一场全部耗在助攻上面9个助攻全场低下那样的话嗯其实怎么说呢没人头的话没办法啊慢慢后期再说啊那样的话我现在装备其实也很爽我这边大别出完准备出声音为什么要出声音当然我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因为对手是一个双一批啊那有个天使啊近战距离比较近啊那样蜘蛛也是一种近战型的法师所以我那个时候出声音的话我觉得伤害非常可观 那这样的话哎我这f4被对手啊躲在那我知道他躲在那但是没办法我不可能就不打了吧打了的话也被人家吃了那最后一个小兵我就留着了 这边有一个蓝啊这个蓝看看有没有机会啊这边是肯定有眼的啊不可能我估一下这边也应该是有眼啊果然对手已经跑了 那这个蓝哎对没跑这边没眼吗啊那那不好意思啊直接Q一下啊直接被那个让子弹飞一会儿啊直接飞死了那子弹大家看到斜着过去了直接飞死了啊这边黄子啊黄子想抢这个蓝那黄子不好意思啊我还没走啊我就在那边我就在那边只是给队友套球啊那样的话你就一进来看到我他直接绝望了虽然所有人都是追黄子但是我就躲在那个蓝那边我知道有可能你会呃QQ进来我就在那边给队友套个E然后开个加速 我想队友你不过来就也会把你追死啊结果你如果过来我就把你追死了啊这边这边想多了啊这边这个天使这个天使想要不要辅助啊这辅助啊直接给大家把他带走了 这也是这中了这个塔前期被我摸的比较厉害直接就是没有塔直接推高的讲啊对手也很急那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有点优势了虽然只有19比14啊但是其实优势非常明显这蜘蛛也要被我们带走啊啊我我也讨厌我输出非常可观大家可以看到我一套配合队友QW一下真的是非常猛大招也没有看 因为单杀这种必死的就不需要浪费大招了又不用留人我们从后面绕过来的啊这个蜘蛛是必死无疑 那的话现在我这个还是有个大招的所以还能打团啊我这个大招的话要找机会防不能不能先手乱防满血我一套也秒不掉啊这边的话我直接一个Q啊 这边Q一下再一个大招啊正好打到了Nunu啊这边的话Nunu又被我秒了然后QW一下啊再把天使带走啊这一波的话呃对面全部跑了啊这个还被拘死了这女强有点惨在大家可以看到刚刚那个大招我是一直在找机会因为看到女强开大以后我就啊这边我给自己女强套了个E啊啊给了虚弱然后在QW啊再给女强套个E啊这个发起来就保人真的是很猛啊 呃刚刚那一波的话找了个机会啊直接等女强的那个大招啊放出来以后然后开个大啊Nunu的大招也正好被我打断 这边的话那这盘局势已经定了我瞬间就8-3了啊深渊出完还有277啊这个钱多的飞起来啊再看到我瞬间出了一个合成一个大剑出了一个大棒子出了一个大腰带啊其实这个大棒大腰带的钱就够我再出一个大剑的了 然后又买了个250这一盘的话我助攻还是第一个啊有13个助攻全场第一啊比辅助还多然后有8个人头啊那的话这盘是一下子顺风起来了前夕被单杀 这边的话基本上这盘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到没什么悬念了啊中下路都被破啊大龙这边呃也是势在必得啊那我这我们这边我是求吻型啊嗯必须把大龙拿掉 这两路破了以后肯定是拿大龙节奏啊没什么无可飞啊啊但是我们ad现在还在收钱啊但是没问题啊我们装备已经有差距了啊这边人对手都过来了但是我们打的特别快 这个大龙看能不能打如果被对手抢掉其实也无所谓啊他们必须死一两个人啊那这边的话也没有了啊没有了的话那这个上路也破了我这边直接给加速啊给情女加速直接让情女开皇冠啊追上去追上去以后啊这个女枪还想开大招那直接一套带走直接很果然一个大招啊 这边看他飞了啊原地原地不好意思捏死了那这边的话我是给谁套盾啊看谁掉血掉的快啊情女掉的快我就直接给情女跳了个盾 这一步的话对手其实心态已经奔了他们走出来我们直接打完大龙一套追人他们是跑也跑不掉这么多控制那这边的话这一盘已经结束了 啊这盘是8-3啊其实前期打的也就这个样子但是依靠我依靠一些小演技啊再加上打野啊信任我一直来帮我干渴啊这波是这个天使是被打郁闷了 好这一波是结束不过这个天使自己失误也大明明有医学的优势不带阵营啊 好这这一盘结束好这一盘呢是跟大家说一下这盘是赚武比优武是白金医生赚武比优武的竞技赛的第三场了第二场是我说一下第二场是非常悲剧的 呃中路直接呃挂机了瞬间挂机啊这个是给了我一盘福利局啊我我这个这没办法福利局就真不用放了这你看我补几个兵 然后把人家1010分钟不到就就推到人家高地了这个就没什么意思毫无抵抗 那样的话那一盘我就不放了我这个放的是竞技赛BO5的第三局啊也就是呃这局竞技完就直接是钻石武了 所以呃其实大家知道打竞技赛啊千万不能尽量我碰到我一些朋友呃不打竞技赛的时候呃总会能打到100分然后取得竞技赛资格 但是打竞技赛的时候就一直打不上去其实这也不能说竞技赛难因为是那个平时打简单因为你赢一盘输一盘比输一盘加的分要多很多 那的话你到100分的确容易但是怎么保证你竞技赛能通过你就要保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 第一打竞技赛的时候心态很很重要啊因为你知道你这个输几盘输一盘输两盘BO3的输两盘你就取得不了资格输一盘就压力非常大 特别是第一盘输了以后后面两盘你要想搬回来连胜晋级成功的话压力会特别大 当然就算你一盘都没打你这是第一盘那你压力也会很大因为竞技赛嘛大家都不希望输 然后队友如果呃一不给力的话他就会心态非常急但是我我想我希望大家做到的就是每一盘都正常对待 就你竞技赛最多就不要想着他是竞技赛因为无所谓的啊你这样想 大家给给一个好办法竞技赛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的输赢的分还是照扣就比如说你BO3的你100分以后你取得竞技资格 你如果第一盘输了那你就是说形象的扣了20分左右 然后你后面一盘赢了那你又加回100分后面一盘又输了又扣20分那你总的最后还有80分再打一盘又取得竞技赛资格了 所以说第一盘输没问题啊第一盘输其实只有是好事啊 除非你连输三盘我相信一般不会连输三盘嘛那如果是第一盘赢了以后第二盘如果输了的话也没问题啊 但是如果那那既然这样想的话那心态就会好一点因为你第一盘输了的话后面两后面一盘赢了 那就回到了100分再输一盘也就把什么再打一盘又有竞技赛资格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慌啊那这边我对象是赛昂赛昂其实之前有一盘第三期的视频好像有对象过 那赛昂赛这个英雄很猛啊他那个W的护盾非常厉害啊暴兵很强 然后又有个晕啊消耗也很猛瞬间爆发很厉害 那这样的话我就不停的点他大家看他毕竟是一个近战的英雄 近战英雄他必须上来补标除非他用W收兵就算他要用W收兵 他也要走得很前面我这边直接QWA一下直接就能把他护盾给破了 那这边的话盲森一个Q啊没中啊偏逼的对方一个闪现这个闪现他必交的 如果盲森再聪明一点做个假动作假装要踢出去然后S主 然后等他交了闪现再踢他那这个会很非常郁门 我这边看到小地图盲森被那个照片追啊我直接往下一走 直接给盲森一个W的那个跳点跳在我身上 然后给他个加速就跑了 不然这个时候我我们我的队友就送双muff了 这个还好小地图看的比较轻啊 直接看到盲森下落打小马上往下走啊 其实这边我都没有切平啊 我只是单纯的在看小地图 那这边盲森好像准备偷对面蓝 因为知道赵兴那边应该没有打蓝啊 直接就来追他了 那这边的话我打三样这个英雄就是占他便宜 就是等他要补兵或者等他怎么样 开来W以后在他W还不能爆赵兴啊 不是三样有四秒钟的时间是不能引爆 要四秒以后才能引爆 在这四秒钟的时间我有可能Q他一下以后 看看他的呼能只掉了多少 有机会就直接把他呼能打掉了 打掉以后还能给他伤他的血 这边三样直接上路支援的话 我是看到他第一时间往上路消失了一下 我就直接及时跟上去支援 这个支援一定要快 看到对手也去打团以后 那个中单不见了 那马上跟上 不然你还能帮上忙 不然的话就给对面中单占了便宜啊 我这边继续消耗 大家可以看到我A一下 再A一下啊 一个W把他呼能就给破了 然后再上顺便还减速了 他再上去A他两下 其实这个技能的连接啊 大家可以不用这么定时 不要一定要QW 我直接Q出去以后先不要W 等他差不多如果他还要补兵 他肯定要走到我W这个球的附近啊 因为我这个球丢的位置特别巧妙 就是在小兵的那个附近 那么他过来的时候 我直接给W把它减速 我顺便还给他造成伤害 把他呼能只基本上打没了 再A一下就把他呼能给打爆了 我刚W就直接把他呼能打爆了 然后到时候就A了他两下 然后消耗了他一轮许啊 大家前期就只能这样消耗 你想秒三 其实是前期是非常难的 前期只能压他补刀 然后给他造成压力啊 有可能还能把对手打野吸引过来 那样的话就给队友造成空间 那我想说一下 其实你比如说 有些朋友啊 在中路老说 哎呀我被针对了 我老是被打野干渴 打野干渴了 我就人家问你啊 为什么零港四零港三 死这么多 你说啊 因为打野一直在干渴 那是不对的啊 打野干渴你不能 就不能表示你要死啊 但是打野来干渴你 你如果不死 就表明你会 团队创造了很大的贡献 因为你把对面打野的截斗 都拖在你的中路啊 这上路斯巴达已经把他打爆了 我这边节奏比较快 因为想跟大家讲更多的东西啊 你千万不要抱怨说 对面打野一直在干渴你 所以你死了很多次啊 你就像刚刚上一盘那盘天使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那边天使 他就是打野来干渴了以后 还不死进去啊 知道那个打野在中路强大的甜头 他还不做演 不做真演的视野啊 老是被干渴了两次啊 本来他优势是挺大的 因为单杀了我嘛 那这样一下子 他就因为用自己的双手啊 用自己的那个悲剧的反干渴意识啊 把自己打崩了 那样的话 大家赛恩刚刚下去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说去说F4 还是走下面去跃塔 所以我给队友发了个信号 一定要 中路弥斯一定要告诉队友啊 有可能会在什么位置出现 说到赛恩这个 说到那个赶渴的问题啊 反干渴意识是一个线上英雄必须要具备的意识啊 就之前我说的那个走位问题啊 一看到队友走位啊 就知道有没有人来干渴你啊 那边细微的变动相同的队友来帮你干渴 你也不能有给对手知道 给对手感觉到一种细微的变化 这边我这些QW啊 这个照片直接来干渴我 那我是有眼的 我第一时间就看到你了 那样的话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 你如果让队友蹲了你很 对手蹲了你很久 打野都一直在蹲你 但是你又不死 那你这样给对手打野造成的节奏是很大的 那你让边路的话 就舒服很多 因为边路不会有打野去感渴他 因为打野一直在中路感渴你 但是你又又又又感渴不死你 让他那个浪费了很多时间在你身上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被感渴 这边照片直接绕上了 绕上没关系 我忙死你在蹲我 我直接靠一个W定住两个人 直接这个时候要大家看先杀雪 那肯定先上赵姓 我之前说过来 那个赛让这个英雄的W恐怖就恐怖 但CD非常短 他W完给自己这样 又能再套个户呢 又有伤害 而且本身的生命程度就弱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还是要打赵姓 那边赵姓直接绕了一波上路 我也知道 因为那个盲森就在塔下猫我 我那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表现的非常平常 我就是就是继续补我的兵 没事就点你一下消耗你一下 好 无忧无虑 就是等你打野 盲森 赵姓过来赶坑我 你赶坑我 盲森直接就上了 我直接给自己拉 把球拉回到自己身上 给自己一个护盾 抵上你一部分伤害 然后再把找个很好的位置 把球丢出去 大住两个人 然后再减速 开W把两个人都减速 然后就找一个 你能率先秒段的人 先把他秒了 那就是赵姓就直接死了 那那波小团我们就赢了 这波这一个活生生的演戏 一场很大的演戏 如果我看到盲森在下落 那么在中路帮我塔下 反蹲的话 那我也许有时候激进点 会会故意走上去 就是告诉你说 让你来杀我 然后让你造型来赶火 这个时候反而不好 有可能人家觉得 怎么突然间冲这么猛 有打野在支援 那样的话 我那个时候就很平常在补兵 没有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反应 就是打钱 是要压你 就像平常一样那么压你 不是压得很很过分 就是很正常压你 那这边上路的话 斯巴达是杀了那个人 这边的话 这个还来偷我们的红 那你真是想多了 那我直接给自己套了一个球 这个赵姓直接没等盲森Q完 就直接闪一下就死了 你这个烈士 这个烈士路 不要再老是去偷人家那个buff了 你这个是本来优势路的话 肯定是演示也做的更加到位一点 再加上你这个本来等级就被人家压了 装备不是很好 你还去偷人家buff 那就是把自己送崩了 这一下子一下子就顺了很多 大家看到已经七港一老 这一盘其实我也很想录一些逆风局啊 就是说前期死的飞起来 后面还能依靠打盘打回来的 我其实是很想录一些这种质量局 可是因为最近太忙 我之前前段时间前四天又去了 去了香港 刚回来 我就直接把这一部视频 之前已经录好的素材直接合成了 那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造型 你看我Q一下伤这么多血啊 就说明这家伙等级真的是很低啊 专门真的很差 我Q一下的话伤这么多血 这点血其实我已经预判了 我一套技能就能把它带走了 我直接给一个Q 这个Q位置放的不好 我直接把一套为自己身上 好再找机会再Q出去 Q出去一个大招 找到合适的位置大招 然后再一套技能把它带走 这一波 这个千万不能挤啊 你大家可以看到 跟我Q的那个地方 Q的不好 被造型直接冲了 冲了以后 我就给自己套个E 套个E以后 这边看我先说这边 这边啊 这个盲森是 这盲森直接往前走 我不知道为什么 再把它踢走啊 这个操作有点问题啊 那我先不管他 那我们先说一下 刚刚那个位置 这下路刚刚说顺风啊 又被别人杀掉了 那刚刚那个位置的话 我是Q到以后 发现位置不好 这个一定要知道 自己大招的距离有多少 然后能不能放得到 一个好的位置 那不行的话 就把那个E套给自己 然后套给自己以后 再找机会 等往照星而跑的时候 我再Q出去 Q到他以后 一个合适的位置 正好Q到他 他的屁股后面 他再往前跑一点 那么我就一个大招 把他再拉回来 再接一个W啊 那个时候如果他还没死 我再上去A他一下 绝对是有有时间的 那的话他直接死了 我就不管了 那这边的话 其实呃 非常顺了 我2-0-1啊 不必有70个 虽然不是很多啊 因为前期干渴 对手干渴也比较多 那的话呃 8-2吧 现在总比较8-2 其实非常顺啊 嗯 这边照星的话 现在已经不敢上了 刚刚那波直接被我单杀掉了 大家看到带节奏 这个东西 很奇妙啊 你压到人家塔下 哎 这个照星 这照星在打字 估计啊 又碰无情碰队友啊 哎 这个照星 哎 这个 这个 这个我本来是想走了啊 结果这个照星 没有直线走啊 他觉得在塔下 有可能想反杀我啊 结果突然发现 好像输出特别的高 又不敢上了 那样的话 我就直接等他一个犹豫 我就不犹豫啊 我就直接过去一个点燃 一个Q啊 然后就跑 啊 这边又能顺势拿个小龙啊 这照星刚才打字碰队友啊 或者是在被队友喷在反驳 我相信 我猜猜应该是这种情况 那这边的话 这个三个人都来着 对我们没什么危险 他如果敢进来的话 啊 这边你敢进来啊 我这个壳袋可以看到 我这个技能放成什么样 啊 一套技能啊 闪现一套技能 把它定住 啊 继续追啊 他没闪现了 那这个是就算你有呼吞 你有再怎么猛的CD的呼吞 也没有用了 这已经死了 大家看到那个那个问题啊 我Q出去以后 并没有Q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所以我没有直接开W啊 我手 这种一定手不要抖啊 像这种情况 我Q出去以后位置不好 W的那个范围放不到他 我就直接W也省了 直接Q完以后 继续追啊 继续追 什么都不放 继续追 等于下一个Q的CD啊 结果对手直接闪现掉 闪现掉也好 我直接跟一个闪现再Q Q到一个好位置 一个大招把它留下啊 这个千万技能 发酵技能很 很有想法 就是说你的变化特别多啊 比如说先套E 再给一个W 给队友加速 再用Q 找个好位置 Q出去 然后再用大招接 或者是Q 直接接大招 然后再接W减速 也有一套AOE 或者就是 先Q 然后走过去 把球 你要追人的时候 你先Q过去 然后Q到一下 造成一部分消耗伤害 然后再走过去 把球捡起来 这个是追的 Q在你要追人的路径上 直接Q上去 然后把球捡起来 再Q一个再打招 再接W 那样的话就输出最大话 这边的话 三昂又过来了 这三昂现在是陆路无为啊 非常可怜 这边的兵线 我又轻的特别猛啊 不停的在推兵线 这边的话就是这种带节奏啊 让对手的节奏乱 那我这边就去打啊 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又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为什么刚刚三昂突然间直接走上来 Q那个放了个W 然后又不走 其实一般人觉得好像是有人感慨 其实一般来说情况是有人感慨 但是我那个时候不怕 因为对面的打野已经崩了 对面打野我已经打了 把他打的不成人形了 那他就算两个人来也未必杀得掉我 这边继续打啊 斯巴拉直接绕到塔后啊 一套直接带走 那这样的话 我绕了 我一直压在塔下 趁优势局的时候一定要多压塔 把人也压在塔下 那很容易给对手 给队友造成一些那个机会啊 就像刚刚那个斯巴拉直接绕过来 直接给他秒了 人头也给他了 呃 这边的话 那样是非常顺 这一盘也有非常顺 那么这边的话 盲森姐过来 盲森姐过来的话 我呃 二打三啊 呃 这边辅士也在 呃 斯巴拉也在 那就是变成四打三了 呃 这边直接秒了 这没什么悬念 这边是非常的顺 这个斯巴拉的大端还没用啊 这个大招过来的话 这个造型估计也贵了 那的话 对面也是都小葡萄的那样 那这样的局势又 打到这个地步 已经也是非常明朗了 打到这个位置 这个地步的话 局势非常明朗 没什么打他 这样的话 呃 十四干三了啊 对手的装备非常差 特别对面的打野啊 打野限制的很厉害 我这种各种演技啊 把打野骗过来 然后再把它秒了 再把它反杀掉 这打野就活多多的 被我们不停的射笼子杀 哎 有点感冒 那样的话 呃 这样 造成对手打野的节奏崩盘啊 其实是在你线上 把别人打奔 更加一个大的优势啊 这个不停的 这个打野来中路守线 和来中路感感 然后不停的那个吃亏 那的话 我对手的打野 就是真的是很惨 这边那个 呃 我没有闪心很虚啊 但是对对手 三人也没有闪心 这边的话 我看到队友已经跟上了 我看到小地图 那个盲森和那个都在 所以我敢这样 再走上去浪一点 如果说你队友都没有啊 你不看小地图 就往上一走 然后回头看 哎怎么没有队友来帮我 这有时候我们都回城了 那你这个就非常啊 一套大招啊 把他留住 然后给自己套一 给套一继续走 这个是放风筝的节奏啊 知道对面都没有闪现啊 继续Q啊 继续Q 再给自己套一 我这个时候有点燃啊 没有让盲森来 W我一下啊 哎呀 但是我还是被干了 这个 这个恶魔的接的 接的 嗯 过来时机特别的好 但是这样的话 我也是一换啊 这一波 拿了两个助攻啊 这个助攻我还没拿到啊 简直是悲剧啊 那样的话 我大辈子出了以后 后面我考虑出什么啊 先出一个这个 先出一个小棒子啊 并不一定要出深渊了 这一盘 因为对手上单也是个物理啊 那我反正先出个小棒子 看看情况啊 可以深渊 也可以直接帽子 啊 这边的话 现在局势有点明朗 时机二四 下路还不走 下路还要破我们二塔 那直接就破高地了啊 我这边直接过去支援了 把你这个二 把我们二塔守下来 这中路还能威胁到高地啊 这两个人都没有走 这边的话 看看如果我也不走的话 我考虑能不能单杀他 因为我现在大招 大家看到我大招一秒cd啊 已经好了 这个时候已经好了 一打二有可能也有机会啊 直接一个q 但这个时候 我的走位不能太靠边啊 被他一倒 我就 我就跟上级说再讲 我这边有一个q啊 他有护盾啊 直接辅助一个 虚弱在一个大招啊 这个时候非常猛啊 啊 这边一个q 哎 我被钉在墙上了 我自己给自己掏个E啊 没有死 再给自己弄个q啊 再回头一个q啊 靠塔给杀掉了 这个时候 我是1比2的节奏 呃 这个1比2的话 把队友 把队友拖 拖在这边啊 全部杀光 虽然我自己也死啊 我自己走位 稍微失误了一点点 被他一的时候 我正好靠着墙 其实 那个时候 我可以走位 再稍微好一点 有可能就不会死了 啊 这边 这个恶魔比较惨 这个恶魔 哎呦 这个恶魔只能杀了 那个啊 这个斯巴达也贵了 过去 其实刚刚不需要那个ad回来 如果当时ad不回来 直接继续在中路带线 直接破中路的高地 也是有可能 因为下落我1比2的节奏 下落可以看到 对面的ad就给我放 呃 就放了一个大招 对对文英 放了个大招的 事情 啊 其实 完全有机会1比2 啊 这边的话 20刚7 哎 稍微 稍微比分回来一点点 不过其实优势还是很大 那的话 啊 这样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 呃 我们的优势还是特别的大的 那这边的话 再来条小龙啊 呃 说到那个带节奏的情况 大家除了要不停的威胁中路的兵线 呃 和塔 然后 然后勾引对手来打野 而对手打野来支援 又不死 还要就是有找机会 就杀了人就要带队友打小龙 因为有些队友 特别像你们 像之前不要说白镜啊 像黄金段一些队友是 就跟你打了一整场比赛 你都没有 没有想到要去打个小龙 或者你明明下落打了一波团面 你也没有想过 直接去打小龙啊 你就觉得 哎 血好像不多了 状态不太好 就回家了 其实状态不太好的话 对面人都死完了 你完全可以有机会打小龙 这个时候带节奏就要靠你来指挥了 啊 这个小龙是很重要的啊 特别是靠你自己 自己单杀了谁 然后再指挥打野 去打小龙 也有可能 我这边一个W直接随便打了一个人啊 其实 因为这种野团的话 其实大招的话 不可能你找一个有多特别好的机会去打三四个人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直接把一套输出给 能给谁就给谁 我这边给一个QW啊 这个我也没啥料 这个 这赵姓还要追我啊 这赵姓直接被我 我直接一直跑啊 放分的放死 大家看到我一个助攻 这个赵姓已经穷的不能再穷了 我一个助攻只拿了七块钱 这七块钱这是买买卖到了啊买卖力四都不够啊 买个买买堆基石都不够啊 这就是十年前的价格 这边的话啊 对手又又是一个小团面啊 但是我们状态都不好啊 这个果然撤退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种不要浪啊 优势一定要把握好 大家看到我发现逃的时候也很给力啊 回头能给自己套W的价值 又能回头给对手套QW啊 捡他们锁让他们追不上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推到高地A类几家塔 发现对手之间死的人都复活了 对手如果有加运卫士的时候 我们这个没有 都是半血半磨的状态 是很难跟人家拼的 那样的话就直接果然 那个指挥队友撤退了 那这一盘我是六缸啊 那拿着四分之一的人头啊 呃也还行啊 没有那个斯巴达拿得多 那斯巴达上的那个恶魔之子 不知道为什么啊 不是恶魔之子啊 那个恶魔不知道怎么打得不太好啊 被斯巴这样子杀 也搭上了一两次啊 那这个恶魔之子也真是悲剧啊 呃这边的话就 呃拿了来拿了来以后就要考虑抱团啊 这边是指挥打野去插个眼 这个大龙的眼一定要 15分钟以后大龙双进 就一定要开始补眼了 这个时候有些不专业辅助不知道 这个也需要你来指挥一下辅助说 哎大龙给个眼 这除了你说还有谁会去说呢 除非辅助自己意识得到啊 那样的话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带节奏的一个说法 要积极跟队友沟通啊 啊这边那个浪很浪的斯巴达觉得已经自己无敌了 跟人家是单挑起了 结果被人干掉啊 干掉被人家支援的队友给对手给干掉了 这边的话我正好看到上路的两个人 然后现在下路那个人呃 那个ad刚刚去输完钱还估计现在刚刚在回来 所以我找机会就推一下这个塔 如果看到对手ad如果在中路出现我就直接跑 这边的话赵鑫还要追我啊 赵鑫其实知道装面很差 我并不怕他 我现在看到他在我的小龙头视线内 我也不怕他 我就在那边干我的事情 直接他大张把他干了啊 这边是维恩跟那个辅助 直接从那边是绕过来 并不并不是直接回程 再看到维恩都走到这个为止了 那没办法 我这个是死了 我看到维恩没有第一时间交闪线 我自己二了 但是我觉得我交了闪线 维恩跟个闪线 我还是得死了 换个闪线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所以说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维恩没有直接回家 用加油位置从这边追我 他从旁边是绕的 但是那个赵鑫的话 直接还是因为装备太差 直接我就找机会就把他秒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呃 我们总体来说还有亏的 因为有一个人 另外一个也死掉了 但是呃 没什么问题啊 我们毕竟人头优势 比分优势非常的大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次我的视频 讲话特别快 因为有很多东西要说 我实在来不及了 所以我讲的快了一点 如果大家听不清楚呢 他真是多多包含 那 这边的话 呃 现在的话局势反正 呃 中路的话 又刚刚我一个人去蹭了一下 我这个待机奏的能力 不是说你要带着队友 怎么样杀人啊 你是要 怎么样能破得到队友的塔 我趁队 队友都在那边 你打我 我打你的时候 我直接偷偷就把中路的塔 打得差不多残疾啊 直接现在队友过去几下就没了 那这个中路的塔 其实大部分是我的功劳 因为我上去A了真的是很多下 我看到上路两个人在纠结 二打二在纠结 啊 下路的又刚刚补完兵 那么我直接中路最多就一个人 那我就直接就推塔 无视那个在旁边盾的造型 我这边给一个掉血最快的人 一个一套紧 一个E啊 直接把他救回来 直接一个Q啊 这个黄啊 这个直接 我在给 我在给一个Q 再给队友一个E啊 这个发酵保人真的很猛 又有输出 他在保人的时候还能有输出 大家知道这个QQ出去以后 再E回来 那个E在回来的路途上 也会对队友造成伤害的 那我这边啊 这边对手是投降了 那我最终是9.3 呃 发育其实特别好 人头又追回了第一位 那这边我已经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 我那个勋战已经取得 白金武已经进去 啊 钻石武已经进去完成 那这这次的 这个白金级别的发条 这个视频 已经基本上告一段了 我下一期 第五期的话 我开始考虑是做 钻石级别 还是做白黄金级别 我其实觉得黄金级别 也很 也很必要做 做从头 从黄金武打到黄金一的连排 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的玩家 特别是需要提高 喜欢看视频的玩家 很多都是呃 白金跟黄金这个阶段 大家都需要知道自己 还有什么不足 都看看对手呃 就是打得好的人的一些视频 解说 那的话 其实我考虑是先把黄金做了 并不是 我不想做钻石 打看 让大家看打高端局 其实高端局的话 其实有些 你居然看了 你也未必能看懂 你也不知道他那个时候 是怎么想的 你就觉得啊 他的技能也许有 一些高端局 找了特别打得好的几局 你觉得他伤人很猛 这个英雄非常厉害 操作非常亮 但这个其实 对你来说 并不是 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 真正还是要靠自己的理解 靠自己的习惯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 反正 都是能从里面 你如果你真有天分 或者你真理解能力非常强的 那都能看得 学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助自己提高 那这一盘的话 我上 说一下阵容 那个下路又是五岩 加那个 鱼人 呃 纳美 然后 那个打野是黄子 非常猛 呃 这边的话 呃 中路我对现在 这次是九筒 九筒 其实我之前做的 哪一期的视频里 也有对线过 呃 毕竟又是个 进展型的AP啊 那的话 总共能占他便宜 呃 但是要强杀他 又是一个 非常大的难题 所以说 呃 有利也有弊吧 那这边的话就呃 这一盘是我忘记说了 这一盘是我自己大好 大家可以看到 KOA啊 呃 钻石一的排位啊 钻石一的第二盘 我第一盘这些录了一个非常好的一局啊 那个前期我0-2的大力大力士打了个最后中打了个16-5还是16-7 啊 杀 超省了 最后 呃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觉得前期又是太 有点大了 然后因为录视频又有点违延迟 所以我希望 呃 我就 要赢的话 我就把那个视频给关掉 啊 尽力而为 结果赢是赢了 但是错过了这一部很经典的视频啊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如果录到比较精彩的 我还是会放出来 那这 这次 这个视频只能跟大家说对不起啊 所以这一盘呢 其实不是太亮 但是告诉大家一个最最基本的意思 大家看到这九腿也非常凶啊 因为九腿这个英雄 大家知道他的E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小兵帮你承担伤害 你是会全额接受他 他E到所有的伤害 非常高 大家看我这边打野的话 啊 这边直接重担给了一个点燃啊 一个一个E啊 直接一个QE再一个点燃啊 结果没死啊 这个EV也很果然的把闪音交掉了 不然就直接送双吗 给我增加超大的难度 那这边的话 既然没有送双方还可以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啊 打九腿这个英雄 也只能占平一样 呃 他想A兵啊 除非他用筒来炸兵 如果他要上来A人 我觉得是一个Q啊 再A两下啊 QW一两下啊 这个伤害非常给力 然后具体就是发条件这么打啊 主要还是运用好他的球 和他的平衡 前期的平衡很重要 对线能力啊 不要弱 弱 不要弱 你如果觉得你怂的话 你回家满眼啊 你实在怂 两边都满眼 两边全差了 你这个再被干渴 就说明你的小地图功力非常差 我觉得战士机的话 杀人非常难 对手又非常的果断啊 大家可以看到 几次都很果断的 把一套技能都对给 丢给我们了 那样的话 其实对手非常强 也不能说非常强 只能说对手会玩啊 那样的话 我们上这个猫是压剩了 本来猫压剩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那样的话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 呃 九桶被逼回家 这好像还没有回家 他刚去出F4吗 为什么觉得他血下掉了这么多 啊 这边EV又来帮我了 这EV 这次碰了好几盘EV了 这EV现在打野 真的是蛮主流的 很多人都在用 那这边的话 我只是插个眼啊 这对手特别着急 比我还急啊 直接给我发出的信号 叫我不要来啊 啊 结果啊 这就能管在上面啊 我现在假装啊 假装什么都 假装刚看到你啊 有点有点怕 其实我是很想杀他 因为呃 我现在杀他问题不大 他如果一过来 我直接QW以后 减速他 拒绝他 哎 能至少也能把他打残了 但是呃 但是我如果要主动去打他 他如果往后退的话 那就没什么必要了 这皇子大家看到 已经在下路蹲我了 但是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还是没有表现的 好像知道有人在等我一样 该之前该怎么松就怎么松啊 该怎么补兵就怎么补兵 该怎么A你 我还是要上来A你一下啊 刚又被我蹭脑一下 他要补兵的时候被我蹭脑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兵 他要补 他要补的话 我再猜一下 再一个Q再一个W啊 好 你这个还要打 还要打呢 真不好意思啊 我这边继续Q继续Q继续A啊 刚刚其实我技能都在 已经都进入cd了啊 虽然我也想一点 但还不够 给他放个E 好 直接Q一下 一个点赞啊 他死了 你大家可以看到 那九种刚刚想 然后EV的时候 应该闪现应用了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啊 九种反应也特别快 EV从上路绕过来 想想帮我收了这个九种的时候 九种直接又一套EV 一套技能 把EV又打残了 然后我给EV套了个盾以后啊 开QW 把九种留住 然后再 再等他 再闪现过去啊 找机会Q他一下 这波的话 被定墙上了 我们的维路斯啊 那的话 我小生妹又出了 啊 等一下 我换个座位啊 嗯 小生妹又出了啊 小生妹鞋子 老样子 然后有钱的话 直接就出法杖鞋 没钱的话 就先出个多蓝剑 多蓝戒指啊 撑一下血 补一下灰魔 啊 眼肯定是要带的 啊 没有眼的话 这个对面这种黄子这种 你真的是不带眼 真是找死啊 对面随便让你一个高地 你就直接 直接死你打了 这的话 九种是发育比较差了 他是直接出了两个多蓝戒 啊 这边九种直接月塔过来清兵啊 真的太凶了 啊 还回头又A了一下 那你这个虽然有E啊 我知道你是有E的 但是我还是 我们还是要追一下啊 那这个E的话 距离太远了 那是杀不掉 呃 这波的话 其实感慨九种真的很大 除非他这种 呃 非常强势的上来 抑你一下啊 这个也要买破绽了 不要离小兵太近 离小兵太近的话 会分担E的伤害 那大家的话 九种知道 这个E的伤害不高 他就不抑了 那如果我离小兵远的话 他抑过来 其实我不怕 因为我有互动啊 其实 呃 发育真的不太怕九种啊 不过发育 基本上都没什么英雄可以怕的 除了卡丹兵这种啊 卡丹兵这种 因为我没有定脸的空 和一个短cd的孔之后大招的话 是打起来6G以后 打起来非常困难的 那这边的话 你要跟我拼 你要这个直接大招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那个大招可以回放一下 我是怎么放技能的 我直接QW 因为我前期是用技能消耗 直接如果丢大招的话 呃 他 他直接跑 跑的话 我这个大招就摆丢了 所以我不急 我直接刚QW减速他以后 就是他A 就是他A 他E我一下 然后我直接把球套回自己的身上 因为 之前EV已经从下楼过来 小兵可以看到 而且EV发了信号 那个时候我也注意到那个信号 他要来帮我 那那样的话 我直接 呃 直接在如果当时靠Q就太晚了 因为我QW用完了 QW都在cd 然后对手要往下跑 准备要E下去了 呃 那么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直接把球用E还有cd E跟大招有cd 那我EE回自己身上 然后用自己的头 头上这个球为基点 直接自己人靠到球桶旁边 我人走过去 走到球桶旁边 然后再开大招 呃 把球桶直接留下来啊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这个大招怎么开 大招就把E E套给队友 让队友切入以后开 或者就是Q出去 找一个好的位置 能大大三四个人 最好 那就再开 还有一种最强的 呃 还有一种就是像这样 呃 QW放完 在cd 但是位置都放的不太好 大招这个开出来 效果不好 直接用E套回自己身上 然后自己走上去 贴着人家的领 直接开大招 把人留住 我这边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下路上路怎么打 所以 那个难打的慢人 我觉得上面是个精惨 刚刚那一波 什么人都没杀到 这一步的话 现在我们也非常给力啊 那样的话 呃 呃 这下路维路斯杀了那没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也也得死 这位没死 这个Q死 啊 这个Q死 那样的话非常亮啊 这个Q非常的准 我直接夸了一下队友了啊 这个太屌了 我也觉得这个A的 不错啊 啊 这边又要福利了嘛 啊 不能这样 太悲剧了 我 我这个要被观众们 鲁喷啊 所以我今天 我要多说一些 呃 基本功上面的问题啊 大家可以看到 呃 这波的话 都非常顺了吧 我感觉 呃 上车下车都非常顺 除了这个打野啊 每次在感慨都会 陪人家一个点燃 然后打的 直接回老家睡 多秒去了 也不是多秒 回老家休息去了 为什么 那这边的话 九筒也迷失了 绝对迷失的话 呃 我发了个问号信啊 说 诶 这中间人呢 没了 呃 这边又来了 好 大家看到 我现在需要指挥 帮助队友来打小龙啊 因为EV已经过去了 我这边冰线又压得特别靠前 压着冰线以后 然后队友先失去 不分世界 哦 这边一个Q 啊 这边你想什么 我一个E 套给自己 套给自己 以后一个Q一个大招 啊 把你留住 你闪现没有用 我在QW下 直接死了 大家看到 跟那个九筒啊 他想单杀我 他EQ完以后 用大招把我弹回来 想去追我 把我A死了 那这边其实EV不在位 能杀掉人 因为不要想看发掉 发掉又肉 不是说他血样种 他技能非常猛 又有保护技能 又有伤害 他这个保护技能 你给自己套完以后 你基本觉得 他首先这个 E的 加那个 AP 呃 护甲跟魔抗的加成了 再加上 他本身就那个 呃 就非常好的 一个安全性呢 呃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在说什么 我刚刚那句话 大家可以跳过 我刚刚突然间 犯了一下困 然后 我的思路穿越了 那这边我们继续看 这边EV是又 逮到皇子 呃 这皇子想打 皇子想单杀就行 我可以EV套个E 啊 直接 我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 E完以后 为什么我还给 跟W 那个皇子已经走了 这个W 只是为了辅助队友 给他加个素 因为我那个时候 Q在CD 而且又没有闪现 你皇子就交了闪现以后 没什么打破 啊 这边下落 又要干起来了 那这边的话 我们今天 我直接给EV套加速 就跟着一起下去了 再继续开W套加速 啊 就这样套加速啊 就 好 这边 那么 那么一个闪现 没用啊 我再给他套个E 啊 不 还好 还好 我给了他套个E 不然的话 这家伙就直接 被塔一死了 他太小了 卡了 四级就这样 打 有点浪 等于这么低 就这么拿 六级啊 这边的话 我1200 那就法装鞋 发现出完 多蓝盾 多蓝剑也出了 那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 前期的标准装备啊 直接小杯子啊 法装鞋 多蓝剑 然后大瓶子 也代言 然后后面就是和大杯子 大杯子后面是 深渊 帽子 或者什么 都可以 要看对手的阵容啊 虽然帽子无敌都可以 然后这边的话 呃 因为 QW 非常给力 这边的话 这黄子 呃 很牛逼 上来补雷套币 啊 不敢上来 其实这一盘 我也不怕你啊 我什么技能都有 有闪也有点难啊 还怕你不成 要么你就跟我拼 不拼就拉挡 好 这波的话 这非常顺 这上路 呃 这就算是感慨 结果被杀了啊 这就算是中路 也被我压得特别惨 给自己一个大招 一个闪 一个闪 一个大 Q一个大招啊 这波我给了点啊 所以我没有继续追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呃 出其不意啊 人家没有想到 我敢这样子打 我直接找机会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输出的 一个关键点啊 呃 知道你QW以后 知道有多少输出 看他还剩多少血 知道已经记得 输出接下来 你一套技能能不能秒他 那个时候 我是盼着我能秒他 所以我直接找 看他那个想走的时候 找一个闪现的机会 直接把他留住一套 把他秒了 这边 这个的话 啊 对手刚刚已经看到了 聊天框已经说中推了啊 对手已经被惊叹了 打崩了 虽然呃 全全盘就只有九仿零 呃 对手一个人都没拿到 但是我们中路 大家可以看到 什么是带姐座 我的中路掉的特别快 我已经 我们已经中路的外团 并不是说我 我们已经因为一直在抱团 所以说才这样 因为我中路塔本来就推的快 再加上这边啊 又又指挥队友 又杀了几次人啊 队友都过来 都过来以后 顺便这个塔就掉的又更快了 所以这个带节奏 是要靠你的 你自己这个塔破的越多 你直接压到对手 嚣张你呢 你一塔破完 单杀了谁 然后你又觉得自己特别顺分 你直接跑到人家一塔去了 就坐在人家窗口前 在心肠 分解啊 我也不知道这 呃 不对啊 我我刚刚又语无人词 不知道说了什么 我感觉我在说梦话啊 但我没有说啊 啊 然后清醒一下 啊 这边其实差不多要结束了 这个因为已经 队员已经后中单了 就当我刚刚在梦游了 因为我在想别人的事情 啊 这边的话已经结束了啊 钻石一 其实大家觉得 这钻石一怎么这么简单啊 这么福利啊 其实这个你怎么说的 你知道怎么说才好 就这么打的啊 前击的优势 不知不觉的 在靠你自己来建立起来 啊 那么这一盘就基本结束了 最终十杠零啊 我是拿了三个机的人头啊 三个人头 啊 这边是结束了啊 这一期 第四期 谢谢大家观看啊 第五期 我会继续努力啊 那就这样 大家再见